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 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 影响的因素多 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 而且涉及的方方面面 短期内我们是希望释放生育的潜能 平缓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 从长期看 关键取决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衔接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落地 这需要我们各地各部门各方面 共同努力积极支持 共同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长期进行发展